原标题 有没有牺牲时比赵登宇官职要高的呢?答案是肯定的,在全面抗战后牺牲的第一位军长名叫郝孟林。年少时的郝孟林出身贫困,为谋求生计不得不委身于一家杂货店,但苛刻的老板让他生活更加艰难,后不得不选择投奔到魏亦三的账下。 值得一提的是,魏亦三还是郝孟林的远房亲戚,所以对郝孟林很是照顾,先后送他去陆军军官小学和宝定军官学校学习。 名校毕业的郝孟林摇身一臂,成为军事素养过硬的高材生,不仅在战场上屡立战功,试图也是平不清云。 在经历了中原大战之后,郝孟林很快就升任为军长一时,但与很多热衷于升官发财的国民党官员不同,郝孟林反倒认为蒋介石内战的选择。 知错误了,但军令又不能不遵守,于是与共产党交战,让他愈发心力交瘁,强烈的消极情绪,让他在与共产党的交战中杀鱼而归。 此时的郝孟林心灰意冷,向蒋介石提出谢甲归田,却引起了蒋介石的愤怒,指责他不忠不义,不仅解除了郝孟林的兵权,还将气软禁了起来。 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后,主动请阴的郝孟林,才被蒋介石赦免,重新掌握了兵权。 郝孟林能崇尚战场主要是因为华北前线战士吃紧,所以北上的郝孟林自然已经做好了以身顺国的准备。 路过武汉时,他给家人留下了一封一书,并嘱咐到此年才能拆开,以免家人伤心。 随后,郝孟林奔赴新口前线,看到防御攻势迫败不堪,立刻命人修复,但日本人没有给郝孟林喘息的时间,好在刚到前线的郝孟林兵抢马撞,顺利击退了敌人的试探性攻击。 但紧接着第二天,百元征四郎就率领五千精兵来犯,更要命的是飞机、大炮。 坎特的三重掩护,是武器装备落后的中国军队难以招架的,但好梦中无法后撤,他奉命防守的心口如果失手,日军就会席卷太原,于是,他选择与日军拼死一搏。 整个南淮化阵地化为焦土,仅仅一个高地,就在中日军队的战斗中,在一天真的衣嘱十三次,最后,郝孟林用惨痛的代价,稍稍占据了上风。 此时,魏力皇有扩大战果的打算,看到,郝孟林战果非凡就给他增派了七个旅的兵力,为鼓舞新兵士气,郝孟林亲自上前线督战士查。 却不想行踪已经暴露给了日本人,一排七枪扫过,郝孟林腰部中弹,当场殉国。 郝孟林的牺牲让部下悲愤交加,战斗力翻倍,最终遏制住了心口正面日本人的攻势。 可惜的是,抗日名将郝孟林却已经回不耐了,他成为了全面抗战爆发以来牺牲的第一位军长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